現在是白白白有這條 無聊是這條 變色紅潤 頭髮有黑 中氣十足 昔日的阿扁真的回來了 就在3號中間才發布 阿扁病情未改善 保衛就醫18次延展的訊息 短短不到一星期的5月9號 能得到如此改善 全靠五四個月保衛就醫 團隊的努力找尋出創新療法 醫生特別交代 想要阿扁康復 除了不能說他貪污 光靠傳統的治療方法 諸如趴趴走 萬眾擁戴跟鼓勵 都只能治療 憂鬱症跟創傷症候群的部分 一直難解手抖 原來是要靠簽書改善 只見阿扁一開始簽名 還能不自然的 緊握筆十二抖動的手 終於開始放鬆 越來越自然 越來越流暢 與民眾對達時 頂客之間都忘記抖動了 恢復到原本的阿扁總統 不管是手抖 可以改善到就是說 可以連續簽 四十分鐘的簽書會 幾乎是一個神機出現 所以我來說 阿扁的醫療團隊 真的可以報名諾貝爾獎 對比一下與五號的差別 當時阿扁為了讓柯文哲做見證 不只當中做出每秒6.6下的手抖 甚至還靠著意志力改變抖動模式 輕聲示範與帕金森試證 數鈔票抖動的差別 但只見現在的阿扁 歷經一小時的簽書療程 阿扁加油 阿扁加油 真心笑開了 手也不抖了 腰桿也站直了 嗓門也洪亮了 阿扁真的好了 等到下次展言結束 法庭是不是也該出了 中間是不是也該回去了 這位董俊 長于軺台 Hank 紅 好 明明